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由我来和我们台湾宪法学会理事长许敬雄教授 也是我们台湾学堂的副校长 跟我们一起讨论台湾宪法的问题 我们欢迎许教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许教授我们在前次你讨论了很多 有关台湾宪法的相关的问题 其中司法改革的议题非常的重要 我们记得在去年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司法改革的问题 也获得了最热烈而且最久的掌声 我相信台湾司法改革的问题 一直是台湾民众心中的痛 以至于有很多的民意的调查都显示出 民众对台湾的司法的问题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许教授在之前的课程里面 也提到有关三权分立的时候 说明司法独立对于维护国民主权的民主政治 以及保障基本人权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 那么许教授也提到 这个司法独立的精神 是建立在这个依法审判这一个方面 不是法官检察官 他们说他们是独立的印作 然后就可以乱判乱起诉 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请许教授跟我们说明一下 在民主宪政之下 司法独立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内涵 那么台湾在宪政短型的过程中 关于这个司法权这一部分 许教授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 是 今天很高兴能跟廖宜恩教授同台 我们过去都是在街头抗争 即使能讲话 演讲也是三分五分 今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探讨 这些问题 都是台湾人民的支持跟努力 非常高兴 当然我们在谈 今天要谈司法改革 司法的转型正义 我们台湾人民不要忘记 整个司法的改革 在上面有宪法的层次 如果中华民国宪法还是继续存在 我们台湾不能建立自己的宪法 那整个司法改革到最后 还是像泡沫一样 没有实际的意义 当然我们单独来探讨司法改革的话 那很重要 司法改革主要就是包括 司法独立 刚刚讲过 跟违宪审查 把宪法当成是司法最应该遵守的核心价值 有没有违反宪法来做司法的判断 那在首先谈到司法独立的部分 那它包括三个部分 司法机关要独立 不受行政 不受国会的干扰 法官行使职权的时候要独立 但是绝对不是法官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 自己的理论来独立审判 这个是不对 我们下面会讲 当然为了让法官不受干涉 必须要保障 法官的身份 不会随便的被剥夺 被侵害 所以首先 我们来谈一谈 司法机关 是国家机关里面一个很特殊的部门 我们知道国会或国会议员就要接触民意 要到民间了解民意 需要来制定法律 行政机关也是一天到晚 要把国家的法律政策来执行 所以国会跟行政机关 都是非常积极主动地在行使 在运作 行使他们的职权 但是司法机关跟这两个机关是不一样 司法机关是一个消极被动 司法机关绝对不能跳出来 告诉你们不对 你们不对 快点来接受我审判 不可能 是人家有要求 有需要发生问题 你才被动地站出来来处理问题 所以司法机关跟其他国家机关的本质 基本上就不一样 它是一个消极被动的一个司法机关 那必须让司法机关 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 政治体系以外 才能从外部客观公正的裁判 当然 我们今天要谈司法改革 最重要的就是人的问题 司法的独立 法官独立审判 绝对不是法官检察官可以独立运作 可以自由的审判 可以无视宪法法律 跟国民社会的正义公平 我们常常看到法官脱陷 很多人形容法官像古代的恐龙一样 好像跟现实的社会脱去 主要原因就是长期的 我们把司法独立 把法官的独立审判 恶用 要误解 让法官来可以 为所欲为的来做审判 所以目前台湾各界 对司法改革的论点 针对制度的部分 我觉得还比较没有问题 大家提出制度要怎么样设置 怎么样管审制 参审制种种 那都很好 都有它的正确理论的方向 但是最重要的是 制度建立以后 我们不可能期待台湾忽然出现 有新的观念符合民主法制国家的法官跟检察官 他们长期以来受党国体制的训练 在这样的环境成长 怎么样让人的因素在未来的司法改革以后能确立 这个改革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人的因素 是最严重最大的阻碍 但是也必须要很用心设法去做的重点所在 是 其实要说提到这个部分是我们现在在媒体上或是台湾人民都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所谓的司法改革国事会议 那么在目前的这个讨论的议题里面 对于有关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过去在国民党危险统治时期 这一些不管是难前起诉或者是这个亡法乱判的这些法官司法人员 这个人事的清理的部分其实是在这个司法改革里面 或者是所谓的转型正义里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最困难 对 所以这一个部分目前好像比较没有去讨论到这一块 不晓得许教授对于即将要讨论的那个所谓转型正义的条例的通过 这一部分是不是要再特别去强调一下 所以为了有系统的说明 我们下面针对这一部分会用也许这一段这一节讲不完 我们下个礼拜还会继续讲 这个是很重要 但是在这之前我觉得还是要先说明一下 有关委宪审查的部分 它也是司法改革的另外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司法的独立是司法改革很重要的部分 那委宪审查要怎么样来正常的像先进国家一样运作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 所以这个我们接着就会针对刚刚喜教授所讲的 司法独立里面的几个主要的要点 包含法官独立行使职权 依法审判 还有这个法官的这个职务的义务 还有他的使命的这个部分 都会在分别再详细说明 是不是请许教授先就这个违宪审查的历史的严格部分来说明 所以有关违宪审查在台湾长期来对宪法不重视 甚至用一个已经被废弃 没有正当性 合法性的中华民国宪法体制之下 违宪审查变成是一个大家不关心 好像有也好 没有也好 一个破鞋子丢在旁边也无所谓 事实上对民主法治国家 违宪审查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 在世界上 先进国家里面最早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是美国 美国在1803年就形成违宪审查的制度 事实上美国的宪法 我们如果去查 美国宪法里面也没有规定违宪审查的制度 要由谁来违宪审查 要怎么样行使这个违宪审查的制度 但是当时为什么建立违宪审查的制度 它是由宪法条文 还有宪法的理论 经过学者专家 司法人员很细致地来论述 形成了一个制度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美国国会制定的法律 如果跟美国宪法矛盾对立的时候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确立一个观念 绝对不允许国会制定的法律 可以改变甚至违反联邦的宪法 所以必须要先尊重宪法的最高法的效果 国会再怎么样制定法律 也不能违反宪法 这个就是违宪审查的第一个原则 应该很清楚 如果有法的理论 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过程 那是很明确 国会如果可以制定法律改变宪法 那宪法就不稳定 随时会被改变 宪法就伤失了宪法的本质 美国延展出来的第二个理论就是 依照美国宪法规定 司法权是属于联邦最高法院 跟美国各级的法院 其中司法的作用就是依法审判 我们刚刚也讲过 审判必须要依法 但是依法这里的法 我们台湾常常把它看成是只有法律 依法律审判就好 但是在先进民主国家 特别是注重民主法制 宪法体制的国家 美国认为依法审判中的法律之外 更高诚实的宪法 也是各级法官必须要依法审判 引用或思考的法 所以美国地方法院各级的法院 法官在审判的时候 他除了去考虑到相关的法律之外 还要脑海中出现宪法 人权保障宪法的规定 有没有符合 所以司法法官或司法审判的过程 如果跟宪法跟法律都有关联 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法官认为不会制定的法律 已经实施公布的法律 如果跟宪法违反矛盾 那怎么办 两者互相矛盾对立的时候 那美国的法官长久以来的司法体系 就演变成这个时候必须要选择宪法 而把国会制定的法律放在旁边 不要引用它 不要依照它来审判 这个就是违宪审查形成的第二个理论 当司法必须要选择法律的时候 法律条文跟宪法条文 矛盾冲突对立的时候 那法官自然而然的必须要选择宪法 这个就违宪审查 这个时候就等于法官在审查法律跟宪法 哪一边是必须要引用的时候 国会制定的法律是放在第二个层次的次要 宪法才是最重要 当然违宪审查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解释宪法 法官 各级法官也好 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在解释宪法 为什么要解释宪法 我们知道法官司法审判 在司法审判的整个过程 必须要解释法律跟宪法 为什么 因为法律条文只有简单几个字 意图杀人 什么是意图杀人 里面有涵盖很多复杂的理论 你法官当然必须要解释刑法的 意图杀人是什么 预谋杀人是什么 所以法官除了解释法律以外 宪法条文也是一样 我们也讲过 宪法条文都是很简单 几百个字组成的一个条文 那其中什么是言论自由 什么是表现自由 美国各级法院的法官 当然必须要去解释 所以这个就变成违宪审查 除了审查法律跟宪法的冲突之外 也必须要解释宪法的各种各样的意义 所以一个简单的表现自由 美国修正第一条的表现自由 可以解释 可以延伸出几十万 几百万的判例跟理论 这个就是美国 委宪审查制度建立的原因 因为法院必须要解释宪法跟法律 还有各种各样的状况 委宪审查就是期待 由客观中立的司法机关 来对宪法还有法律条文 再一次的解释 再一次的判断 法律是不是违反宪法规定 来达到它的各种包 下面我们所要讲的目的 维宪审查既然这么重要的话 那它的功能跟目的是在哪里 那么在对照到台湾的目前现有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去再进一步思考 台湾未来的司法改革的这一个部分 在这一个有关维宪审查的方面 怎么样去改善 所以美国以外 世界各国 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先进国家都形成很健全的 维宪审查制度在运作 维审审查制度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它有以下的功能 第一个保障人权 第二个维护宪法 第三个在整个权力分立 权力制衡的过程 它可以有效的运作 那民主制度的权力分立 更顺利的运作 那第一个保障人权 我现阵查为什么能保障人权 虽然国会是代表民意的机关 国会议员都有时候会自我膨胀 说我是代表人民的议员 所以我制定的法律就是对的 怎么样 但是我们想一想 国会代表人民 国会议员有时候必须要经过 我们看到立法院也好 各国的国会也好 都是经过协商交换条件 有时候甚至受到利益团体的压力 所以他们制定的法律 没有错 是保护大多数国民 但是我们社会有弱小的国民 有少数的民族 有弱势的孤苦无一的民众 那这些人的权力谁要来保障 这个就是宪法 人权保障存在的义 所以委宪审查就是让司法机关 对国会制定 虽然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但是有没有侵犯到 绝对不能侵犯的少数人的权利 跟人权 由法官 由客观中立的法院 再一次的来考虑思考 以确保每一个 社会上每一个人不会被忽略 不会被忽视 甚至被淘汰 被丢在一片 你是少数 所以你应该牺牲你的人权 那这个是不对的 每一个人的人权都要照顾到 所以只有期待 司法机关客观中立的多方面的思考 再一次的为少数的弱者 少数的被社会忽略的主群 来考虑 以确保宪法的人权 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美国日本 都是采取 由地方法院 由各级的法官 年轻的法官 有新的见解 针对这些问题 来采取在审判过程 各种争议 人权侵害的案件里面 他来附水审查 来保障人权 这个就是形成 可以使侵害人权的法律 因为地方法院的法官 高级法院的法官 新的见解 而让法律失小 对不对 那可以经过层层的审判 最后由最高法院来决定 但是都有新的见解 新的观念 站出来 为弱势者的人权 而做新的见解 新的深论 新的解释 这个就是保障人权 在委宪审查 针对国会制定的法律 到底有没有保障到 每一个人做很仔细 再一次的确认的功能 所以我们说 委宪审查 对保障人权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维护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所以整个国家 行政机关也好 国会机关也好 或是行政机关内部也好 各种机关之间 在运作的时候 如果有争议 有冲突 有说这个权限是属于我的 大家抢 争取这个权限的时候 僵持不下 那这个时候就有 司法机关站出来 做判断 来维护宪法 来解释宪法 来让宪法的制度 权力分立的制度 不会任意的被破坏 可以顺利的结局 所以基本上 各国的维护审查 特别是像德国 法国 包括我们大法官会议 大部分就是 在这方面 维护政府组织的权力分立的运作 显示它的功能 但是相反的 跟英美法系 跟美国日本的附水审查制 比较起来 对人权的保障 就显得很脆弱 过去我们的大法官会议 几乎都没有注意到人权保障的尾审查的问题 几乎都是在处理国家权力运作 国家公权力的互相运作的问题 而且处理的问题一大堆 这个就是尾审查的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简单的讲 基本上它是 尾审查是民主的最后防线 所以 我们知道 国会选举也好 行政机关 制定政策也好 都是采取多数决 国会表决法律 表决各种预算 法律政策的时候 也都是用多数决 多数决没有错 是不得已的 但是 并不是 全体国民 都能得到保障 所以对于反对的 落选的人 少数人 或是少数党的意见 常常被忽略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司法的违审查就是 可以站在少数的立场 再一次的来检验 多数的意见是不是正确 人类的历史显示 很多多数的意见 到最后发现 是矛盾 不正确的 所以违审查就是 在国会行政机关以外 特别有一个机关 来再一次慎重的审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所论述的 违审查的功能 跟它的目的所在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许教授 就违审查的功能跟目的方面 提出了三个主要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保障人权 第二个就是希望能够 维护宪法的精神 第三个就是权力制衡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今天谢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